今天在這樣的看板底下 我想跟大家說 我終於搞懂 為什麼中正萬華 這麼多年來的問題會無解 然後整個城區會 所有的問題都停滯不前 因為這些候選人 都沒有把心力放在 解決問題上面 我想拜託一下這些候選人 人民真的不想要看到 這樣子的東西 人民要聽的是政見 所以呢 我來設一個擂台 然後呢 我們大家來講政見 然後我們盡量講 讓中正萬華的人可以聽 然後呢 因為大家不想看到這種 互罵跟這個吵架 所以呢 我們是不是能夠認真的 來做政見的一個辯論 然後呢 為中正萬華的困境呢 找解放 同時呢 大家都喜歡看吵架 可是吵架呢 是在戲劇裡面 大家喜歡看 但是立法委員不是演員 所以呢 立法委員是為了兌現承諾 是為了實現政見而來的 大家都在乎輸贏 我也在乎輸贏 但是我也常常要提醒自己 不要陷入這樣的陷阱 有時候我也會想攻擊 對方不足之處 可是像這樣子的一個看板 我真的看不下去 而且不是光我看不下去 我覺得對中正萬華的選民來講 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為如果要看人家吵架 他們去看電視劇就好了 為什麼要在街頭看這種無聊的戲嗎 我也希望呼籲能不能換一種方式 大家用政見來對話 我雲美人隨時等著 那麼我也坐了一台 這個擂台車 隨時讓大家呢 可以來做這個政見的一個辯論 那我們會有什麼事 我會想到這裡 這個擂台車 有什麼事 等一開始